你们不是说我瘦了吗 其实我会在餐前吃一些那个 就是我这个方法是适用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特别能吃 你想减少一点正餐的量 你可以用我这个方法 我会在餐前准备一个这个 就是品牌你们就自己选 反正都插球不多这个 它叫就是那个什么 洋车前紫克粉 然后我会在餐前泡这么 我会挖三勺 这个意思是一勺大致是在五克的量左右 我会吃十五克 这已经量很多了 如果你第一次吃的话 你可以吃五克 像这种 你们就随便选 牌子都无所谓 主要是 它主要就是一种原材料 洋车前紫克粉 然后用来泡水 你也可以用来泡脱脂牛奶 泡了之后 它就会发胀 它就像果冻一样 你把它喝进去之后 你那个胃它就撑起来了 撑起来之后 你吃不下东西了 所以最近你们看 我其实吃的量不多 就是因为我在餐前会喝很多这样 就是先把胃填一些容量进去 这样的话 我随便再吃吃东西 然后我就饱了 不许低血糖 如果你本人有低血糖 那肯定不建议这样 你肯定得正常的补充糖分 跟我喝了这个 我都有点低血糖 就是比如我蹲久了 具体在哪蹲久了不说了吗 然后就是蹲久了 反正你站起来就是投一幕卷的 就是起来都太快就不行 这血糖肯定不能这样 就是它泡水泡了它不是叫发胀吗 得音 我会继续 现在我们以来是在袁装 hospital 我这下午在栏栏栏内 建议